哈哈哈哈 我們這次又來講過了 不過我們講美白 究竟大家是白過頭 所以想不起點 或者別人是黑過頭 然後想變白一點 其實很多不同的方式 一個是巧克力顏色 一個是白色的 如果白了上頭髮就真的慘了 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說 白一點要白得均勻 都要擺對的地方 不是在頭上的臉上 那怎樣令到對面好呢 那要怎樣呢 就是我今次會送三種不同的方式給大家 你可以全部用 可以分開用 可以用一至兩樣 可以用三樣 那怎樣呢 就是第一樣東西 就是要令到毛孔收縮 很重要 毛孔收縮 就是無論如何是深色還是白色 都是會漂亮的 那怎樣做呢 就是在茶上面有兩種 有些人塗上去有敏感 或者皮膚已經是很多暗妝 很多東西 其實塗會難些 所以我有第三種方法 就是靠口服 可以避免塗 不過先塗 先講茶飯飯 第一就是用 用liquorice powder 甘草粉 再加rose water 再加維他命E 再加盧匯的pactin 再加coconut 或者ja jajoba 或者可可巴的油 這種方法在高級spa裡用的 aloe vera pactin 要分開做的 用高壓煲來煮好 煮好 然後煮好 煮好 然後煮好 然後煮好 煮兩小時才變成有pactin功效 即是塗膠的功效 塗到五至十分鐘 有些人是十至十五分鐘 如果是背部 如果是面部 就不要過十分鐘 會令到毛孔收縮 然後還有消毒功效 它有anti-inflammatory 消腫功效 很多功效 所以對皮膚很好 不過複雜 另外就是懶人方法 你覺得這樣太多東西要做 其實怎樣令到皮膚漂亮 其實兩種方法都會收縮毛孔 不過今次這個 第二個查上方法就是生蛋 生蛋的生蛋白 那怎樣令到生蛋白安全一點 就是令到三隻蛋裡面 用滾水過一過它 令到它乾淨了 沒有一些髒的東西在上面 然後才打開蛋 抽離那些蛋白 然後蛋白加什麼 加維他命C加蜜糖 再加licorice powder 出名的glutathione powder 令到美白 再加saffron powder 然後你攪拌它 再加少許祖祖巴 可可可巴 或者有些人叫可可巴 三種叫法 放上去裡面 的時候在臉上 塗 又是不過十分鐘 可以塗頸 可以塗背部 不過生蛋 通常都只是塗臉 不過十分鐘 如果口服吃下去 怎樣令到自己吃下去 會更加身體健康更加好呢 就是首先我們不要浪費了那麼好的成分 我們首先要令到肝好 肝好就是要用dandelion 還有要用milk fizzle 蒲公英再加milk fizzle 令到肝好 之後要喝一個保肝的湯 夜馬克喝 怎樣做呢 保肝湯的主打成分 我今次不講完怎樣煮的了 但主打成分就是紅菜頭 要加椰菜 紫色椰菜 再加一種叫番茜 parsley 在裡面 然後加多些薑 如果血壓低 然後你就可以喝這個湯 這個湯其實的 purpose 是令到膚色可以帶紅色在裡面 另外簡單方法 不想喝湯 就是用一個紅菜頭的pactin 紅菜頭的菜膠 喝到裡面 也是可以令皮膚漂亮了 膚色漂亮了 但是不是說收縮毛孔和美白 收縮毛孔美白就要用五種成分 平時做一個smoothie 或者一個熱的飲品 我通常是有飲品 那就是怎樣做呢 就是一份維他命C 兩份的是MSM Root methylsaphanomethane 有硫磺在裡面 就是自然的硫磺 然後有兩份的甘草的成分 Liquorice Powder 兩份的Glutathione Powder 當然是厲害 之後就半份的Saffron Powder 五樣東西 用咖啡豆的攪拌機 攪拌均勻之後 怎樣呢 攪拌均勻之後就可以放在雪櫃裡 兩至三個星期可以放在這裡 我通常是新鮮的 我不喜歡放在這裡 每次新鮮做 做了之後就用綠的湯匙 加進去 然後用熱水蔥 我通常用Elderberry的水蔥 兇肚早餐或者 臨吃晚飯之前的飲品 可以喜歡做就做多些 放在冰箱裡可以放 兩至三個星期的 但還有就是 平時可以新鮮做就更加好 這個功效呢 我再平時配搭紅菜頭湯 當我們做了這件事就令到皮膚 有帶粉紅色的底部 紅菜頭有這個功效 我也很想和大家說一說一說 就是如果你平時出去曬的時候 你一定要做些防曬的方式 最好就是 表面防曬的方式 讓太陽不要射下去那麼多 這樣才可以令到皮膚更加均勻 所以皮膚均勻 皮膚均勻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個美白過程裡面 好了 如果你想令到自己 平時曬一曬都可以有反彈力的 對於這些曬一曬不起點 就是要加上 Omega 3和維他命D3 打好底部 再剛才做喝的療程 如果你能夠先打底部 做了Liver Reset的湯 和做了Liver 保肝的Dandelion 你先做四至六個禮拜的飲品 然後再加上Omega 3和維他命D3 Omega 3我喜歡吃小魚 Omega 3 如果你能夠做這些 你的皮膚就可以保持 和收縮無孔 如果你能夠做這些 美白的世界是屬於你的 皮膚均勻就做到了